46年的人生 我的借邪淫体会 转载 作者 向回家 我46年的人生 可以说有30多年身受邪淫之害 是在与邪淫的抗争中度过的 直到今年的上半年 我还做了一些邪淫之事 看黄片并守淫 瞟记一次 大约今年8月 可能是我近一年多来所修善事功德 佛菩萨引领我认识了借邪淫网站 在同修们的支持鼓励下 我的借邪淫有本质上的进步 以前是精疲力竭与邪淫抗争 最后还是自己败下阵来 现在的感觉是完全可以驾驭自己的淫心 他一起来我就能把他打得无影无踪 为了使出借邪淫的同修们参考借鉴 现将我对邪淫危害的认识 借邪淫的体会总结出来 供养众生 一 我对邪淫危害的认识 一 邪淫折服 损受 我小时很聪明 大约五岁时就能认写很多字和简单的算术 在当时当的同年龄小孩中确实比较特别 小学一杠三年级成绩很好 大约三 四年级时跟一些坏孩子玩在一起 学习成绩就掉下来了 但这时人还是比较健康的 大约在13岁的时候 开始了我痛苦的手淫生活 频繁手淫后的危害我体会主要有 记忆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 神经衰弱 胆小自卑 腰酸腿软 怕热胃寒等等 自己也知道不好 努力戒除 但自己业障重 福报小 加之没有人讲正法 世间的所谓学者专家都是说手淫无害 因此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 一直都在与手淫做斗争 三十岁以后手淫有所耗转 四十岁以后才基本阶段 手淫折了我福 本来很聪明 后来学习能力大大降低 考了个普通的大学 大学期间身体差 学习吃力 勉强毕业 末有拿到学士学位 参加工作后 由于手淫造成危害 工作上进步也很慢 反正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手淫损了我受 二十九岁时就得了六十岁以上老人才得的痛风病 很痛苦 长期的阴囊湿疹折磨 最痛苦 大部分头发白了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根据中医的理论 以及我的研究和体会 虽然都有过去生造作的阴 但很早就手淫造成甚虚甚亏就是今生的缘 恶阴与恶缘就结了恶果 二 空耗人生 一事无成 邪淫之人 整天想的是邪淫之事 加之邪淫造成的恶果 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力和精力用在正经事上 人生应该做的许多有益的事 如孝养父母 教育后代 报效国家 服务众生等 由于邪淫 一是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去做 二是即使想做也由于时间和精力不足而一事无成 等到无常来临 毁之婉矣 又堕道三恶道去 白白浪费了一次做人的机会 三 障碍往生 圣道难成 佛在《冷言经》里讲得很明白 银心不除 臣不可出 若不断银 修禅定者 如争杀时 欲成其犯 经百千节 指明热杀 何以故 此非犯本 杀时成故 银心是六道轮回根本原因之一 银心不除 圣道不能成就 摆脱不了六道轮回 修禁图法门的人如果银心赤圣 临终时怕是阿弥陀佛来了也看不现 又跟住美女去投胎了 二 借邪淫的体会 一 读书明理 多读佛教经论 从佛经和历代大德著作中 明白邪淫的危害 掌握借除邪淫的方法 如安世全书的《遇害回狂篇》 《棱严经》的四种决定清静明慧等 佛法是正知正现 借邪淫一定要依靠佛法 致根治本且快速 我在真正学佛前的四十多年中 虽然也极力借淫 但效果差 现效慢 反复多 二 效养父母 记得前部酒论坛中有位师兄发帖中有说到 不孝父母的人 对父母不恭敬的人 鬼神会让他淫欲缠身 随哭血亡而死 这个我非常认同 我有切身体会 十多年前 我跟父亲吵了嘴 说了很伤父亲的话 摔了父亲的收音机 反正对父亲伤害很大 好在事后我及时忏悔 深深自责 尽量弥补 才未造成大的恶果 但是果报也很厉害 而且快速 当年也不知怎么回事 吟心非常赤胜 夫妻皆满足不了 还要守吟 很快头发就白了 而且早泻 形成恶性循环 三 多行不失 虽然我学佛也十多年了 但真学佛也只有一年的时间 因为我认识到我的业障很重 修学佛法障碍重重 一旦真学佛 各种毛病都来了 想借借不了 念佛心不静 我就决定先重点修布施 在这一年中我大做布施功德 放生 注印佛经 资助上网建设 在网络上传播善法等 一年来把我能支配的一万元钱都布施出去了 还有自己的身不失 脑力体力劳动 修学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前几年在净土专业上就知道有个借鞋银网站 但一直就默想到要去看看 这也是福报不够啊 今年八月有天上网 看到借鞋银网站的连接 就很想去看看 看了后就又下决心借银 果然效果很好 因此 这一段时间中除了继续做布施外 就是专修借银 效果非常好 与以往完全不同 以前可以说只有身借 心盈还很重 所以过一段时间 身体好了 就大爆发 这次是在降伏其心 从根本上下手 顺便说一下 从心上下手才是正道 以前我知道自己病痛多 身体不好 是因为过早过贫手银造成的 就总想节制银玉把身体搞好 但总也做不到 最多二十天 之后就又不可收拾 有一年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 我想尽孝 把母亲接到我家一起住 但我老婆不乐意 我这个人是那桃花 也是过去上根的缘故 对老婆之外的女人银心不大 特别是对我认识的人的对象 配偶 亲人等 我是绝不起银心的 觉得那样太不地道了 这样夫妻关系就很不好 大约近二个月时间 末有同房 关键是连心银也末有了 因为末有银的对象 这样才做到了真正的不漏精 如果还有心银 有幻想 就会漏精 那之后我的身体真的非常好 两重最严重的病也不发作了 精力充沛 可是好景部长 几个月后 随住夫妻关系的改善 恢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身体又退回原状 以上是我四十多年人生的真实体会 试想如果在我十多岁的时候 就有人用佛的正法教育我 就不至于走那么多的弯路 人生就不至于这么痛苦 但是这个五着恶事就是这样 佛的正法被说成迷信 邪魔外道大行其道 所以众生要觉悟啊 同修们要努力啊 坚决断除沙道银望九六道轮回的根本习气 一心念佛 舍报后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 在那里继续修行 圆成佛果 普度无量无边罪苦众生 众许多喜不足 众认一声 众人生 众着 无人 众人生 祝福 众人生 斯道 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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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